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電影我看之前都很期待 因為Killian Murphy做主角 他做主角的電影 基本上我都喜歡看 好像Red Eye、Sunshine 很多人說那些電影一般 但我也很喜歡 Red Eye和Sunshine 甚至跟Lucy Liu做過一齣 romance comedy 叫Watching the Detectives 我忘了在這個頻道也有說過 我也喜歡看 你講出這樣的東西我也喜歡看 我回看過很多次 我也很喜歡 所以這齣電影我看之前 我是超興奮 很想看 我覺得我期待太高 這齣電影當然不是很難 是一齣好戲 但也不是我很喜歡那類電影 因為我在網上 看到很多其他人說這齣電影 他們說到 這是新的現代經典 過去100年 至少10年 過去10年以來最好的電影 我覺得是太誇張 有很多其他電影是更加好的 我覺得甚至乎 連Christopher Nolan 他自己有很多其他電影都比這齣電影 所以 我不是踩這齣電影 但在我心目中 他也不太高地位 雖然我也是很喜歡Killian Murphy Let's make that clear 這齣電影的故事 第二 是說一個真實的人物 叫J.Robert Oppenheimer 那些人說他是原子彈之父 這齣電影的故事 其實有點複雜 因為他同時有三條時間線 最少是同時這樣說的 就是他們有overlap 最長的那個 最大部分 佔最多氣氛的那一條時間 就是那個故事 就是講這個 Oppenheimer 說他由求學時期 就是年輕求學的時期 就一直說他 就是讀書 做了博士 然後呢 就開始他的 academic career 然後呢 就因為呢 就是當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美國就收到封 那個德國呢 就在研發那些原子彈 因為呢 就是當時呢 就是那個 那個物理學界 就剛剛呢 就是發現到 就是原來那些 的atom 是可以 分開兩塊 這樣 就是一個atom 都還是可以 分開的 這樣 那麼呢 就是當時呢 就是那些科學家 就覺得呢 咦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可以用這個 這樣的原理 來製作一些威力很大的 武器 那麼呢 所以呢 就是當時德國呢 就已經是開始了 就是研發這件事 那麼美國收到封之後呢 就覺得呢 喂 這些那麼重要的東西 就不可以落後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們也都要 搶著快點研發 那所以呢 他們的project呢 就最後呢 就找了這個 Oppenheimer 就是去做大老闆 那樣 就是 搶著整個 的project 然後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他 成功研發了那個原子彈 我想這個 不算是 劇透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這個 不算是劇透吧 就是成功是 研發到那個原子彈 哈哈哈哈 就是 但是 出氣就不是完在那裡的 那就是他後面呢 還繼續說其他東西 那樣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條的時間 就是 其中一條的時間線 就是 一段的故事 那麼他另外一段的故事呢 就是 講這個 Oppenheimer 就是比較後段 後期的時候 那就是 說他呢 就經常呢 就是坐在一個房間裡面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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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些政府官員呢 就在那裡 就是不斷地問他一些難題 就是 經常呢 就是懷疑他 就是究竟 是不是 共產黨的間諜 這樣 在那裡問長問短 OK 那再另外一個 一個的故事線呢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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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那個 就是 說他呢 就是 也都在一些 類似法庭 聽證會 就是 回答一些問題 那麼 他的那一段 就全部呢 就是 都是黑白畫面 那樣的 所以呢 這齣戲呢 其實 都有點 不是太複雜 就是比起 Christopher Nolan 其他戲 但是 也都不是平鋪直在 這樣 因為他怎麼說呢 都是 最少有三條的故事線 就是平衡 這樣說 在某些位置 就是 就是 咳來咳去 這樣 OK 那就是 首先說 這一齣戲的一些角色 先 因為我 對我來說 最大的 吸引力 就是 Killian Murphy 他在這齣戲裡 他的表現 很好看 就是 演繹這個角色 就是由他求學時期 一直做到 他 去到比較後段 比較 倉老的時候 這樣 那樣 就是他無論是 演繹中 哪一個 stage 就是我覺得 就是他 都是非常之 convincing 就是我覺得 那這個呢 就是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因為就是 早兩天呢 我就在Amazon Prime 就看了一個 The Legend and the Butterfly 就是 穆川托哉 就是做積田信長的 那一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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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詩式日本電影 OK 那他在那齣戲裡 做積田信長 就是由他做 還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廢青 這樣的角色 就一直 做到他死的那一刻 那一刻 在他死之前 他已經是 就是 有一種 倉老感覺 我覺得他就做得不好 就是 特別呢 就是當他做 那個角色 年輕的時候 就是做一個廢青的人 是 很不像 假的 很厲害 就是整個感覺 就是一個老人家 在那裏扮低B 這樣 是很差 但是呢 就是在這齣 Oppenheimer 我覺得真的是 高下立見 就是Killian Murphy 就是他無論做哪個 stage 就是 都是 很好看 就是 各樣東西 你都覺得 是很合理的 就是 我是 就是我沒有什麼挑剔 我覺得 是 OK 那就 他 就 不只是他 在這齣戲裡 也有很多其他 的 輔助的角色 那些配角 那樣 我覺得 所有配角 都是演得很好 有很多 甚至乎 是很大名氣 是超大名氣 就像 Gary Oldman 只是出場 講兩三句對白 有很多 這樣的角色 就是 在這齣戲裡 有很多角色 就是他只有兩三句對白 但是 那些演員 你知道他在其他大片裡面 他就是 第一男主角 其實那些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吸引到 這麼多 這麼大牌的人 走來做 這齣戲 整個感覺 就是 他那個 是好像 那些 香港賀歲片 那些 八星報喜 二十星報喜 那些 是很離譜的 我想 可能 那些人 純粹就是 想和那個 導演合作 我猜 我相信 是這樣 Anyway 就是他 但是 就是 各個 各個配角的角色 就是他們的 Performance 也都是 很好看 我覺得就是 這齣戲最強的那一方面 就是 那些 演員的Performance 就是 我覺得是非常突出 就是 得很少氣氛那些 都是做得 非常好 我覺得 那些的音樂 也都是很好聽 這齣戲的故事 雖然 不是 平保 直序 但是 也不是 十分之 Dramatic 他 裏面 我想 其中一件事 最想要 表達出來的 就是 那個 發明原子彈 對人類的未來 是 摧毀性 是 摧毀性 OK 在這齣戲裡面 某一些角色 他都 說到 其實這是人類進步 或者各方面 但是你看完整齣戲之後 我覺得 任何看這齣戲 去到最後都會覺得 這個發明 對於人類的未來來說 只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甚至是毀滅全人類 全人類都有之 甚至是毀滅性的 所以 他 發明這件事 那個人 那個男主角 他 亦都是 很後悔這件事 就是 你得到的訊息 是這樣的 但是 他就 很有技巧 他是 完全不 Dramatic 去表達這件事 你是不會看到 有一幕 就是 那個Oppenheimer 就是 例如 他睡著睡覺 做噩夢 然後 成頭大汗 OK 然後 突然間 又再紮醒 原來是噩夢裡面的噩夢 沒有那些 也不會有些 突然間 抱著老婆 哭 我很後悔 發明了原子彈 因為 完全沒有那些 他那種的後悔 是深層很多 是盡在 是盡在不言中 那種的後悔 但是 你是完全 得到 你可以說 一些幻覺 又或者 一些 他主觀的感受 他是很成功地 傳達到給你 有一部分 是透過Killian Murphy 他的演繹 他演得很好 也有一些部分 是透過 他 影像 又或者 那些 剪接 我覺得 他搞這些 是很成功的 但是 其實也不容易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拍攝電影 你要表達那個人 他很後悔 那當然是透過 對白 又或者 那些 讓他哭 哭 哭得厲害 那些 他不是走這條路 他是 用一些比較 陷促一些 比較困難一些 的表達方式 但是 結果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更加好的 我覺得是更加深刻 作為觀眾 完全接受到 他想表達 那一份的意思 我覺得 所以 這也是這齣戲 他的娛樂性 其實就在 你不能夠 因為 他這齣戲 講原子彈 你進去看 大場面的爆炸畫面 或者炸死很多人 這齣戲 是沒有那些畫面 因為他沒有那些 暴力 他試爆 那些畫面 就有 但是 你如果想看 炸死人 炸到他的手 斷了 你不是在看 Michael Bay 你不是在看 Saving Private Ryan 他完全 不是走那種路線 這齣戲 這齣戲 的娛樂性 是在 你作為觀眾 你能夠接收到 主角的悔意 或者行儀 又或者 他想 懲罰他自己 那種心態 又或者 在一些 不同的角色 他們之間 在言語上 的針鋒相對 這齣戲 他所有的 娛樂性 是在那些 裡面 我想 作為觀眾 你抱著一個 這樣的 期待 進去看 就適合一些 如果你是想著 看 popcorn movie 因為這齣戲 是 summer flick 那樣 那 就期待落空 我覺得會 是吧 Anyway 我覺得這齣戲 是不錯的 其實都是一齣好的電影 但是 我自己就不是 特別喜歡 這樣 例如 看完這齣戲 我的感覺就是 我今晚想回看 Interstellar 我打算 今晚回看 Interstellar 明天回看 Dunker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會喜歡 那些電影 多些 因為他的風格 很不同 差不多是 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電影 那樣 那個 感覺 那些就是我一杯茶 這齣戲 比較少 所以 我給的評分 就是 私隔 我覺得是一齣不錯的電影 是一齣值得花時間去看的電影 但是 在我心目中 它不是經典